因为从台湾石斑鱼中捡出了禁用药物 近期大陆暂停了台湾石斑鱼的输入 近日台农业主管部门声称 已经完成了11个石斑鱼养殖场的检验 都没有禁用药物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 民进党当局的监管漏洞百出 他们根本不想解决问题 也丝毫没为岛内的渔民着想 去年底大陆向台湾有关方面 通报了石斑鱼药物不合格的情况以后 台湾方面回复说未减出禁用药物 但是近期大陆又从两批台湾石斑鱼中 减出了禁用的药物 像结晶子 有岛内业者反映 石斑鱼外销 存在养殖黑库 借壳上传的现象 经过媒体披露以后 民进党当局开始不认账 后来才不得不承认 马晓光表示 民进党当局的监管漏洞百出 我们不禁要问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声称的没有禁用药物的检验结果 如何令人信服 谁又能保证输往大陆出现的问题 不会出现在其他地方 民进党当局如果不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 并从源头上加以解决 就无法保障岛内渔民的切身利益 显然啊 时至今日 民进党当局采取的仍然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这也再次证明 他们根本不想解决问题 也丝毫没有为台湾的渔民着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